Sony相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 当时它是一个名为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分支机构 开始开发和生产照相机 以下是Sony相机的详细历史介绍 1980年代 1981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Mamica系列的数码相机 该相机使用了一种磁盘驱动器来存储照片 这款相机是针对新闻摄影师和专业摄影师设计的 并使用了一个名为Electronics Video Camera ESC的技术 1988年 Sony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使用光学图像稳定技术YF相机 名为Mavic Magnetic Video Camera 该相机使用了一个非常低分辨率的摄像头 但它可以通过磁盘驱动器捕捉高分辨率图像 并通过电视机或电脑显示 1990年代 1992年 Sony推出了一款名为CyberShot数码相机 这是他们第一款非专业的数码相机 这款相机采用了Mavic相机的磁盘驱动器技术 并使用了更高分辨率的图像传感器 在此之后 Sony继续推出了一系列的CyberShot相机 这些相机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2000年代 2005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名为Alpha的数字单反相机 这是Sony进入数字单反市场的第一步 该相机采用了一种名为Konica Minata的公司的技术 包括镜头和自动对焦技术 Sony继续推出了一系列的Alpha相机 包括一些专业的全画幅数字单反相机 2010年代 2010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无反光镜相机 名为Nexus 3和Nexus 这款相机采用了一种名为E-Mind新型镜头接口 并且它比传统的单反相机更小小轻辩 但仍具备高质量的图像和视频很多能力 之后 Sony继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无反相机 包括一些高端的专业无反相机 2014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 名为E7的全画幅无反相机 这是全球第一款具备全画幅传感器的无反相机 这款相机的推出引起了业界的轰动 并推动了无反相机的发展和普及 2020年代 2021年 Sony推出了名为F1的全画幅无反相机 这是一款专业级的相机 具有高速连拍 高清视频和高级自动对焦等强大的功能 同时Sony还推出了一些旗舰和入门级别的无反相机 因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总体而言 Sony相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创新 Sony已经成为全球数码相机市场的领导者之一 因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并在专业设计 娱乐和普通消费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 Sony还为数码相机带来了一些创新和进步 例如 数码图像稳定技术YS Sony是第一家采用YS技术的相机制造商之一 YS技术能够减少手持拍摄时的抖动 从而提高图像的清晰度和稳定性 无反相机技术 Sony是第一家退出无反相机的相机制造商之一 无反相机采用了一种新的镜头接口和反光镜技术 使得相机更加轻便 紧凑 并且具备更高的图像和视频捕捉能力 高动态范围HDR技术 Sony的相机也支持HDR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同时捕捉多个曝光值 然后将它们合成为一张图像 以获得更好的细节和色彩 高速连拍技术 Sony的一些相机还具备高速连拍功能 可以连续拍摄多张照片 捕捉运动或快速变化的场景 以获得最佳的照片效果 总的来说 Sony的相机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它们不断推陈初心 不断创新和发展 带来了许多技术和功能的突破 今天Sony的相机已经成为了 专业摄影师和消费者的首选 为人们记录生活和创作艺术 提供了高品质的工具和支持 除了上述提到的技术和创新 Sony在数码相机领域 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提的成就和里程碑 例如 1996年Sony推出了第一款便携式数码相机 Mavic Magnetic Video Camera 它使用了磁盘储存技术 能够存储最多40张分辨率为640x480的照片 2005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带有DSC传感器的数码相机 FDSL-R100 这是一款单反相机 使用了与科大 Kodak合作开发的传感器 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加的噪声控制 2010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用于全高清视频拍摄的 无反相机Next VG10 这是一款旨在为视频制作者和广播业 提供高质量视频拍摄的相机 具备14.2MP分辨率和全高清视频拍摄能力 2015年 Sony推出了全球首款支持4K视频拍摄的 无反相机 Oh 喂 这款相机采用42.4MP全画幅传感器和五轴防抖技术 能够实现4K视频录制和高速连拍等高端功能 总的来说 Sony在数码相机领域的成就和创新是非常显著的 它们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和创新相机技术 以满足消费者和专业摄影师的需求 并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 除了数码相机 Sony还在数码相机周边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和里程备 例如2003年 Sony推出了Memory Steep Burdu存储卡 这是一款新型的存储卡 能够提供更高的存储容量和更快的读写速度 成为了数码相机领域的标准存储介质之一 2010年 Sony推出了全球首款用于数码相机的Translucent Mirror Technology 这种技术采用了半透明的反光镜 既能够实现快速对焦 又可以保持不间断的取景器视图 2014年 Sony推出了第一款支持4K视频录制的便携式摄像机 FDRX100 这是一款旨在为消费者市场提供高品质视频拍摄的产品 可以实现4K视频录制和高速连拍等功能 总的来说 Sony在数码相机和周边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改进和创新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和专业用户的需求 今天 Sony的相机和周边产品已经成为了市场上的领导者之一 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创造力